大家好,我是瑞哲电子的元宇宙业务,何瑞斯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对于电的依赖度有多深呢? 电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在21世纪人们的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同时 每年的全球用电量也极数的矩增 对于全体人类来说,早已无法摆脱对于电的依赖 就像生命散要素一样 可以说,电已经成为人类的日常需求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电缺乏具体的形象 使得长久以来人们为了了解并掌控它绞尽了脑汁 那么今天就让何瑞斯来分享一些简单的电子电路知识 告诉大家要如何了解电吧 那要讲到电的话,首先我们必须进入基本粒子的世界 从电子这个基本粒子开始讲起 电子是围绕原子核的粒子 而当电子离开原子核自由流动 形成的就是所谓的电流 其中电流又常分为直流电与交流电 直流电及长称的DC是方向固定的电流 交流电及长称的AC是大小与方向随着时间周期性变化的电流 就从示意图可以看到 交流电的波形像潮汐一样周期性摆动 那电力传输由于要让传输效率更好 减少耗损 所以要增加电压减少电流 而交流电可以用较低的建制成本达成效果 因此现代的输电系统与电源插座 通常都是使用交流电源 以外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电池是直流电 而插座是交流电呢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手边的笔电充电器 有没有看到一个正方形黑黑的东西呢 那个就是所谓的Adapter 就是帮助交流电转直流电的仲介哦 这边也工商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话 瑞泽电子的日系代理线 Minebea Mizuni也有卖Adapter 如果有需要的话 欢迎请上瑞泽电子的官网询问哦 那这边回到正题 在大家国中的时候有背过元素周期表吧 其中同族元素中的 铜、银、金这三个元素 由于自由电子的数量或密度较高 这些自由电子比较容易摆脱原子核的束缚进行移动 因此导电性较佳 非常适合作为电流的导体 也因此大多数的电子零件在需要导通的时候 会使用铜、银、金这三个元素 其中虽然导电性最佳的是银 但因为铜较容易取得 所以导线的材料大部分会采用铜 那要让电子离开原子而自由流动 我们需要给它施加压力 电源推动电子在导线中流动 就像马达推动水在水管中流动一样 马达推动水由低处流向高处 造成水位差 如此水才能由高处再流往低处 而电源的功能则是造成电位差 来驱使电子流动 进而提供能量使电路途中的小灯泡发亮 电位差又称电压 电压的单位是福特 符号为V 我们常说电池有1.5V啊3V等等的 指的就是福特 说到电路图 其中电路又是什么呢 根据维基百科上所提 是由闭合回路组成的网路 为电流提供往返路径 电路一般是以导线将电路元件 用特定方式连接而组成 且至少需有一个封闭路径 但是说这么多咬文绝志的解释 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电走的路就是电路 那电路有所谓的通路 段路 短路 它们的意思又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以一个连接灯泡的 简单电路图来说明 通路就是利用导线将电源 电器连接成一个封闭的回路 段路就是电流不通的电路 短路则是电路的两个接点 被电阻较低的导体接通 此时通过的电流很大 与之并临的电灯 则几乎没有电流 附在一提 短路有可能会造成危险 千万要注意哦 说完了电流 电压 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电阻 当一个电路中的阻抗太小 电流就容易过大 过大的电流会导致电路过热 也就是有可能会烧坏电路 甚至引起火灾 这种情况也称为短路 也就是常常骂人的秀多 因此为了将电流控制在适当的大小 我们必须在电路中增加电阻 电阻 顾名思义就是阻碍电流通过的能力 例如把道路的宽度缩小 就能够限制流通的流量 那电压电流电阻电子学三胸力就凑齐了 其关系为欧姆定律 B等于I乘上R 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发现 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电阻越大则电流越小 反之亦然 电阻值的单位是欧姆 使用希腊字母Omega作为符号 那要在电路中增加电阻 最常见的方式是添加电阻器 因为电阻越大则电流越小 因此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 使用合适的电阻器 就可以稳定的控制电流 避免电流过大而耍坏电气 基本上各式电子元件在使用上 都会有额定电流与额定电压 大家在挑选于使用的时候时 最好都先参考规格书哦 那关于电子电路的部分 今天和瑞士就先分享到这边哦 未来会再与大家分享更多 电子元件相关的小知识 如果想接收最新资讯的 可以按下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立即订阅瑞泽电子官方频道 想跟和瑞士互动的 也欢迎留言给我哦 拜拜 拜拜